哈囉我是Ann 今天攝影的人是綁哥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點呢 叫做護衛接醫館 那希望影片的人呢 請在右下角按個訂閱 追蹤一個訂閱以示期 好 那護衛接醫院 應該大家都知道護衛護衛 護衛就是淡水 那淡水接醫院呢 這個呢 其實它有一個故事 就是原本有個馬接博士 來台灣做個宣教跟醫療 然後耳後呢 就是先蓋了一個叫做護衛醫館 那再隔幾年之後呢 又有一個馬接夫婦一樣的 他們可能是同鄉的啦 我不知道 他們就過來了之後呢 蓋了這一間護衛接醫館 就是中西合併式的 那他們有點說 中西合併閩南風格的一個醫館 那我們現在進去裡面看啦 因為裡面其實保有著 蠻多以前留下來的一些古物啦 走吧 外觀 走 這衣服真的還蠻亂的 什麼 衣服蠻亂的 很亂的喔 沒關係啦 挑戰大家的褲都這樣子 隨性風格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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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聲 不可以大聲喧嘩 我在擠搓掌的人可以這邊可以搜擠 馬接木士早表示他在台灣拔牙拔了兩萬一千顆 很可怕 然後這邊呢 就是像我們當初做那個手術的時候洗衣台 因為以前沒有自然水 必須就是去外面裝水一桶一桶 然後因為做手術開到需要大量的水 就是一桶這樣倒 這樣流出去 那這邊就會介紹著這個 這一棟衣館的歷史風茫等等的 那就進去看吧 這邊就是加拿大 電視台在2005年的時候到我們台灣拍攝的時候 說 給這邊的一個 罐的一個費用一百元 然後簽了 是不可以用的喔 然後這邊的骨 又是不可以控的 不可以 那原子上主品應該是這裡 那我真的要說 馬接木士真的超良的 又來懸教 然後又來做醫療 真的是一個偉人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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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有個咖啡區 那這邊有個咖啡區 這邊有個咖啡區 那這邊有個咖啡區 然後直接壓 然後直接壓 它直接刪嗎 直接壓這個嗎 對 聽了太多的步驟 好 就是記得喝完的時候 要把垃圾丟到這邊 那這邊只 只回收 咖啡杯 那其他的垃圾 你就必須自己帶走 這是 功德心的問題 啦 那目前這邊好像有在 來 這個吧 就是一個 醫師的作品 你知道嗎 這個 對 特別的 好 真的說我是武漢版哥 屬於門外汗 來淡水 恩白燙了 我們竟然都沒有想說 要來這個 戶尾街 醫館 走走看 看了解一下 街博士的過往歷史 真的是一個 只來這邊 吃吃喝喝對不對 我覺得來這邊 膚淺的 是你 好 我們就來這個 戶尾街醫館 然後旁邊的那個 教堂啊 算教堂對不對 對 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那個 馬街街 關於馬街國事 馬街夫婦 等等的一些 歷史還不錯 那我剛好看了一下 就是 這個醫館呢 原則上在1912年之後 台北馬街醫院成立之後 這邊就沒有再做任何的 的一個動作 是後面才做一個 重新的維護 然後 裝修好 開放給大家來參觀的 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東西 因為其實以前人是沒有這種 維護 古蹟的那種觀念的 那這邊還可以維護 這是還不錯的 那大家就是 有機會來淡嘴的時候 不要只知道 吃美食 吃小吃 然後在河岸 不妨總進來老街裡面這邊 走走看看 了解一下 庫尾 這地方 有多美 曾經的過往多繁華 這是不錯的喔 那喜歡這影片的人 請在 右下角按個訂閱 一個追蹤 拜託啦